宠物公园里狗狗开心嬉戏 尽情在路上奔跑 桃园近年积极增设宠物友善公园 但桃园中立过邻宠物友善专区 3月29日验收完成 才刚宣布启用 仔细一看 入口铁门根本无法正常闭合 草皮种植不均匀 也没有任何设施 杂草丛生宛如工地 市府的验收标准在哪里 引发民众质疑 门框哦 但是要固定好啊 还不会造成毛小孩的危险 那个杂草应该要稍微除一下 不能这么搞吧 地震就坏掉了 再来就拎工啊 桃园猫狗数量登记近25万只 目前共有24座宠物公园 预计今年可达30座 市府希望能打造桃园 成为全台最多宠物公园的县市 不过是否为了达成政绩 而忘了要顾及品质 现场我还遇到宠物四主 询问是否尚未完工 却认为4月3号 大地震所造成的一个摇动 松动所致 那在当下我们立即就是封闭了 过岭重工园的一个入口 市府坦言 工园是生态保育区 采生态工法 403花联大地震后造成位移 将在重新检修后 尽快恢复开放 欢迎新闻 陈明燕 杨阁 王悠阳 桃园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杨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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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阁